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浙江一个偏僻的县城发生了大洪水,县城里的村民慌乱逃走,前往隔壁的凤凰山里躲避水灾。 等到洪水退去,田里的牛羊全都被冲走了,重满庄稼的土地也满是泥泞,就连房子也被冲垮了。 居民们害怕以后还会有被淹没的危险,就在凤凰山上建造房子居住。 居民们惊奇地发现,凤凰山的各个地方都散布着小潭,各个小潭都没有连着,于是村民们在小潭子附近建房子, 小孩子们没事就在潭边嬉戏,大人们在潭边打水洗衣服等等。 直到有一天,一件怪事发生了,村民们开始探索潭下的秘密,一座千年宫殿逐渐浮出水面。 小潭里总是会出现一些怪事,这让村里的人有些害怕,有几位胆子大的想要尝试探寻潭底的秘密。 几个年轻的小伙儿想抽干小潭里的水,就找村里的人商量,本来还害怕大爷大妈会因为用水不方便不同意, 没想到他们一致同意,都想知道水下的秘密。 浩浩荡荡的抽水工程开始了,为了这个工程的顺利进行,村民们还特地集资了一万多元买了几个抽水泵。 抽水行动开始,一天过去了,连续24小时不停地运作,潭里的水完全没有减少的样子,还是和以前一样多。 总感觉潭水抽完又被补充,似乎有什么神秘的力量,一直在给小潭里放水。 出了三天以后,终于明显地看到小潭里的水在变少。 第四天,水面上突然露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,像是一块很大的石头,但是很奇怪,石头上好像有雕刻的痕迹。 众人焦急地等待着,渴望看小潭里的水被抽干后的情景。 直到第十七天,小潭里的水完全被抽干,但是露出来的洞口却让村民们大吃一惊。 难怪之前一直测量不出小潭究竟有多深,原来小潭里有一个洞口,胆大的村民结伴下洞口去瞧瞧,洞口里面黑乎乎的,什么也看不到。 一行人举着手电筒往洞口里走去,洞里的寒气让他们感到很阴森,众人不敢单独前行,只敢靠在一起寻求安慰。 从洞口进入后,道路慢慢变宽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根又粗又大的柱子,上面雕刻着像龙一样的动物,在柱子上盘旋。 这看起来像是皇宫里的宫殿,墙壁上也有着精美的雕刻,还有很长很长的阶梯通向出口,这倒是有点像西游记里面龙王居住的宫殿。 精美的雕刻看起来富丽堂皇,而且又是在水下,众人像是挖到了宝藏一样高兴。 曾经小潭里有那么多的小鱼游来游去的,本以为小潭的水抽干了就能抓到许多鱼,可是在这座宫殿里完全找不到一条鱼,甚至连鱼的气味都闻不到。 不过发现了一座这么大的宫殿,也不算是无功而返,除了墙上和柱子上的壁画,找不到其他任何宝藏。 自从水被抽干,宫殿出现后,大家伙都好奇地跑到这个宫殿里来观赏,自然也免不了传到村庄之外。 当地政府一听小潭下面居然是宫殿,赶快派人到凤凰山查看,专家们建议将其他小潭抽干,看看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宫殿。 结果果然是一样,凤凰山附近分布的小潭全部是宫殿,抽干后的宫殿相隔很近,但却不是相连的,不能通过一个宫殿前往另一个,而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状态。 专家们为了判断出洞穴的由来,带着工具来到洞中勘察线索,出入洞口会觉得非常狭窄,随着继续向你走,空隙会越来越大,就像一个金字塔一般。 洞里如果没有支撑物早就会塌了,所以几根柱子注立在洞中,所有柱子并不是都长得一样,除了柱子上雕刻的花纹有差别,还有柱子的粗细。 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那时建造的人们还无法像现在一样,做出直径一样的石柱。 这柱子并不是打磨好接上去的,而是与整个洞体连成一体的。 为了防止柱子经不起风化,建造之人还特地在柱子上绕上了铁圈来保护石柱。 这石柱上龙的图案不禁让人想到龙游县名称的由来。 在战国时期,秦国的大将王俭帮助秦王灭掉楚国,将龙游县这一带地方设为太墨县。 五代时期,吴王来到这个地方,觉得太墨县不合适,将这块地方设为龙游县。 没想到真的灵厌了,石柱上的龙之前一直待在小坛里,非常奇怪的是从没有一本史书里记载了这些洞穴里的情况。 就连石窟这个名称也是在唐朝才出现的,所以这些小宫殿应该都是唐朝以后才建造完成的。 同时,在洞穴的顶部有许多折柱,这些不像是自然形成的,更像是设计师设计工人一点一点凿出来的。 大约是许多条斜线,两条斜线中间似乎还有字,样子像是闪电,应该是那时的蚊子。 能将这十几个石窟全部刻满,可见宫殿主人对这个宫殿花飞的心思之多。 洞穴的墙壁上也雕刻着一些图案,不过并不是整整齐齐雕刻的,更像是随意刻画的。 图案大概是一些动物,像鸟、小牛等等。 雕刻出的图案不像是精着细模的,有些线条只是一笔带过,给观赏者留下想象的空间,也展现出了动物的狂野本性。 但是为什么将小潭里的水抽干后,小潭的鱼儿全部都不翼而飞了呢? 专家在陪同用泵抽水的工作人员时,解答了这个问题。 小潭里的鱼群可以感知到潭里的水在一天天变少,为了不让自己缺水而死,只好趁着水流的动力,从底部沉积的细沙中逃走的。 所以小潭刚刚被抽空时,潭里的淤泥很多。 来到这里的专家,除了对这些隐藏的宝物非常震撼,还非常疑惑这些宝物的由来。 这项工程既费人力又费时间,为什么建造之人没有留下任何的记载? 为什么从没有人提起过这些精美的小宫殿呢? 杭州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周绍雄来史库考察。 周绍雄最初来到这里,看到眼前的景象,简直不敢相信曾经这里是个小潭。 富丽堂皇的石柱,随意而又恰到好处的壁画,费尽心思的石窟设计,都让周绍雄佩服当初的设计者与建造者。 凭借古石的雕刻技术,完成这一工程恐怕需要十年以上。 但是,这么精美的建筑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? 这个问题一直让周绍雄非常疑惑。 人们对凤凰山的石窟越来越好奇,纷纷来凑热闹。 各大媒体也对此事感兴趣。 一时间,凤凰山出名了,石窟附近挤满了人。 石窟里面的奇异景象也全部被曝光。 全国各地的人都纷纷来探索这些石窟的由来。 有一位人士曾读过韩裕的一篇文章,里面说徐衍王死后要为他建墓室,并且墓室是通过凿石头所作。 因此便有人认为,这个石窟是徐衍王的陵墓。 虽然这些精致的宫殿看着确实像某个贵族的陵墓,但是在寻找这些洞穴时,并未看到任何的金银财宝和棺材。 里面是完全空旷的,并且,如果是陵墓的话,附近的几个洞穴为什么不是相通的呢? 每个洞穴的距离仅仅只有50厘米左右。 按照精美的雕刻技术来说,不可能连建造相通的墓穴都不会。 所以陵墓的说法不能说服所有人。 有的专家看着这地方处于地下,认为石头的质地较好,并且更加柔软便于开采。 所以认为这会是个采石场。 地上的石头风化严重,整个石块已经变硬。 之前说整个石窟成金字塔形状,所以石窟的岩壁是斜着的。 如果运输岩石是十分方便的,并且岩洞不远处有一条江。 如果运输者选择走水路,那么石头运到其他地方将轻松许多。 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个采石场,那些壁画、雕刻艺术又是给谁看的呢? 并且采石场运作是需要一些设备的,而现在的石窟没有任何的东西。 一位专家在调查资料时发现了一件事。 龙游县之前除了泰沫县这个名字外,还有一个名字,被称为孤灭。 谁能想象,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竟然是一个王国? 那时岳王勾建和孤灭王是好朋友。 岳王勾建实力较弱,不得不受吴国控制。 岳王怎么会甘心做别人的臣子呢? 于是找到孤灭王,请求孤灭王借一处地方,安放自己的军队。 如果放在本国,可能会招来忤逆谋反的罪名。 这样的石窟,如果要安放军队的话,真的是个不错的去处。 还有人说,这只是凤凰山为了出名在故弄玄虚。 实际上根本没有壁画,是后天为吸引游客来观看加上去的。 不过,在水潭下的宫殿被媒体爆出来后,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凤凰山关上。 现在的龙游石窟已经成了4A级旅游景区,并且在工作时间是可以免费观看的。 在周六周日这种休息时间才要收费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